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一的话 我建议大家按照小课指导上的课来进行修读 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纠结学分的问题 比如说其他同学选了那么多课而我就没有选到那么多 但其实学分的话可以不那么纠结 因为大一的话更多的是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 复旦的学习节奏还是非常紧张的 如果想拿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够专注在自己选的课上 并且努力付出对自己的能力和负担的成绩评定标准 有一个匹配的认识 我相信这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平衡大学四年的基点 除了专业课呢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某块课啊 参选课啊 体力课这种 主要是看个人的选择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同学听了不少学长随姐的推荐或者是不推荐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有参考价值的 但并不能作为选课的依据 因为学长随姐的推荐是夹杂了很多个人的主观因素的 比如说某位学长在某一门课上拿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成绩 他可能就会说不推荐这门课 但实际上呢 每一门课上都会有拿到好成绩的人和拿到不好成绩的人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多去试听 然后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复旦选退课制度还是非常宽容的 所以给大家领向了很多自主选择的空间 如果说你在一门课上学到了东西 有收获 并且自己用心了尽力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关于课堂上跟老师的交流沟通 我们的学习氛围是非常自由活跃的 可以跟老师讨论交流很多自己的想法 同时收获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交流的过程是非常高效的 可能有人会说金融类的专业课不是那么的硬核 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未来的基础 另外呢 在课堂上感受到的课堂氛围 还有接收到的观点 以及养成的学习习惯 甚至说是一个交流沟通的能力 都是管院课程的价值所在 另外呢 大部分的管院课程的assignment里面 都包括了一个presentation 也就是我们通过一个teamwork 来分享一个case study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享受的 尤其是跟我的小组成员们一起完成一个分析之后 看到我们最后的slice 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最后也是我们这个专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实习 其实我不太建议大一的同学去找实习 因为从能力上来讲的话 大一的同学很难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 那么如果说是做一个不那么有意义的实习的话 其实不如花时间去多学一些专业的基础课程 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平均来说实习开始的时间是大二 那么打磨简历以及投简历 都可以多听一些学长学姐的建议 大一的话 我的建议是把生活的中心放在学习上 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团啊 学生会啊 这种学生组织 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商赛来积累一些经验 最后就是祝大家可以快乐 有收获的度过大学四年